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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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被关在电梯里 幸好我去的其实 没有出什么大人厅 谁看的 我看了前空 是MH另外一个小分析师 但我觉得这个人 没有理由 也没有必要对将军做这种事 是林泰墨 他应该是觉得 将军千方百计进MH 是为了调查他父亲的事 所以才对他下手 这么看来 江叔叔当年的死 一定不是例外 有什么想法 我这几年一直都在查林泰墨 不过这个人太狡猾了 能查到的黑料太少 我本来想拿到他的铁针 再一举揭发他所有的罪证 但是我怕他再对将军动手 所以就立刻向他开战 林泰墨这个人接受无数 所以他在MH跟证监会 一定都买了他自己的人 就你手上那些资料 想要网上揭发 可能还没有到你们董事长的 桌上就被安下来了 我当然清楚 所以我才一直没有进去忘图 不过想要拿到至死的铁针 也有点重心 他那么信任琳达 是不是能从琳达身上下手 我跟他已经撕破来了 他暂时不会抱我 我跟他已经撕破来了 不如 我们在这个圈子里 斗了这么多年 十个人都知道 不如我投诚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谁说我不能跟林泰墨做朋友的 你 你太小看林泰墨了 他凭什么相信你 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一个出气不意的人 来打个配合